接下来请出两位精英 一位是刘伟 一位是赵伟舟 来自中国广播艺术团的 两位相声艺术家 水虎论英雄 有请 谢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 鼓掌的观众 是全中国最懂相声的观众 但是最近相声界出了点问题 我想在这说一说 如果您同意我的观点 请您再给我鼓鼓掌 最近爱听相声的观众 越来越多 可好相声越来越少 说相声的越来越多 能把相声说好了的越来越少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有些个演员 他们没有文化 不懂历史 这些个演员太多了 太烂了 写不出好的作品来 朋友们 我说的对吗 谢谢 谢谢 您这种观点我不敢苟通 你说的不对 现在的好相声 好相声好作品 一点都不少 他为什么他显不出来好作品呢 因为相声不像三十年前了 有这种轰动效应 说一场相 全国户 活起来了都知道 现在文化市场太大了 所以说他显不出什么作品来 什么 现在的演员 你说什么 没有文化 不懂历史 没有好演员 这是你的观点 现在的演员 过去的老演员 那个没上过学 有的还是文盟 现在都是大学毕业 有的是研究生 现在没有好演员 不懂历史 你说的不对 我说的对吧 大家国会长 谢谢 这个观点才对 好 你敢反对我的观点 反对你怎么了 太没文化 我太有文化了 你太没素质了 我太有素质了 你太不懂历史了 我太懂历史了 你太烂了 我太不烂了 什么都太不烂了 什么都太不烂了 你就是不懂历史吗 什么 我不懂历史 对 我告诉你刘伟先生 我往台上一站 就比你有文化 就比你懂历史 不懂历史 不懂历史算干什么吃的 好 那你说说吧 你讲讲吧 可以 完全可以 你让我讲什么吧 你是干什么吃的呀 就这句话 他的历史渊源 他出自哪朝哪代 说 不 这个 你是干什么吃的 这个 这没历史 这大伙都知道 这就是平常的 不乎正业 你说干什么吃的 这没历史 你是干什么吃的 这句话 没有历史 没历史 你惯了 呸 你太可怜了 太可悲了 你可怜的让人同情 你可悲的让人难过 你无视的让人可笑 你可笑的让人可恨 你跟他说什么 你往这一站 你就比我有文化 比我懂历史 你是懂历史吗 你连干什么吃的这句话 你都讲不出来 你懂历史 往这一站 孔子说的话 你都忘了吗 孔子曰 带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 也可能是鸟人 你就是个鸟人 你是干什么吃的 这句话出自我国清朝 雍正年间 天下大旱 颗粒无收 眼看着老百姓就要饿死 那个时候 无论你去干什么 给财务家干活 就不给钱了 就管一顿饭吃 就管一顿饭 吃着你就活了 吃不着你就死了 无论你干什么 你一烧砖 你去盖房 你去种地 你去食份 干完一天活 准备吃饭了 踩从门口来站着问你 喂 你是干什么吃的 我 我烧砖吃 烧砖吃的 你吃去吧 他可就活了 你是干什么吃的 我盖房吃的 盖房吃的 你也吃去吧 他也活了 你是干什么吃的 问你呢 我还种地吃的 啊 种地吃的 你也吃去吧 我活了 你是干什么吃的 我食份吃的 你是干什么吃的 我食份吃的 你是食份吃的 那你就不用吃了 我怎么不用吃了 你都吃饱了 干嘛还吃啊 我都吃饱了 这 就是你是干什么吃的 这句话的历史渊源 好 你别说 大家真应该给个鼓掌 行行行行 还有两下子 我还真不知道这句话 还有能讲出这么多的历史 小case 行行行 怎么样 您比我强 比你强 他比我强 比你懂历史 比我懂历史 不懂历史 本人能上百家讲坛 什么 您 要上百家讲坛 中央电视台时频道 对 中央电视台时频道 这 我经常看 喜欢吗 我最喜欢 那都是专家学者 百家讲坛 太棒了 您上那去 我那个 我是明天上午8点 上午8点 我准时金鹏 金鹏 对 您录什么呢 我这次录的是水虎论英雄 水虎论英雄 对 多少讲 三十讲 三十讲 这一讲就录一天 您得三十天的 反正时候不短 太棒了 有回子 光荣 我了不起 太有学问了 这些多大的知识 你说 今天这么着行不行 怎么着 我说 明天难 您就中央电视台了 对 您时频道 今天您在这 咱们当着各位观众 您在这来一回水虎论英雄 咱们 不 不 你等 你等 这是中央电视台吗 这个 这是长江大学院 对呀 这是时频道吗 时频道 这不是 这后台有下水道 这都废话 我能讲吗 不 我能讲吗 我知道 好吗 我说的意思呢 什么意思 您在这排练一遍 大伙来个先赌为快 一看 好 您来这个 水虎论英雄 既然大家欢迎 我就来一回 来一回 好吧 现场的水虎论英雄 好 搬桌子 对 咱正式的 来来来来 咱们把桌子搬上来 太好了 你看看 我们这还有桌子 好好 谢谢 谢谢 这个亲爱的朋友们 这会金山 您算是来着了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 没有这么高的学问 就马济马先生 他还没上过百家讲坛 是不是 说一下 谁能上百家讲坛 跟这个专家学者教授 刘伟先生 下面我们请刘伟先生 给我们讲 水虎论英雄 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 刘伟先生 叫我先生下话 刘伟教授 对 他这个上家教授 就是这个教授 先生 先生是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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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刘伟 刘伟教授 那您哪个学校 北方取校 好 北方取校 下面我们请 北方取校 刘伟教授 给我们讲 水虎论英雄 大家鼓掌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非常高兴 能在百家讲坛和您见面 准备上百家讲坛了 今天我给讲的题目呢 是水虎论英雄 我讲的题目呢 是水虎论英雄 好 对 水虎论英雄 我们大家伙都知道 这个老百姓 嘴里边最喜欢谈论的就是英雄 那文人默克呢 也喜欢谈论英雄 那古人当中 有没有人谈论英雄呢 大有人在 具体水虎里 谁谈论英雄呢 那得说曹操 有一天曹操请刘伟喝酒 那就涉及到了英雄 曹操问刘备 我问给你 咱们这个是 讲的是水虎论英雄 没错 水虎论英雄 您这是三国啊 这怎么三国呢 怎么不是三国啊 曹操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 对吗 对呀青梅煮酒 那不是三国吗 那三国演绎呀 三国就对了 怎么三国对了 我忘了看你 三国呀 我准备了六十集 哎呀 三国他准备了六十集 对对对 太有学买了 好好好 好气了 哎呀 您给我们相声演员真光啊 您今天来这个三国 我三国干嘛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呢 不说有虎论英雄吗 您不是三国 说好了呢 好好好 水虎论英雄 好 非常高兴能在百家讲坛跟您见面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水虎论英雄 好 水虎 英雄很多 在我心目当中 谁是真正的英雄呢 那就是孙悟空 孙悟空 能耐大了 这个 哎 您说 教授 朱伯介算不算英雄 朱伯介得往后排 什么往后排 不您讲的这是水虎吗 这怎么不水虎呢 这不是这是西游啊 西游呢 你看 不 不 这个孙悟空 还有谁 沙和尚 朱伯介 白龙王 对 保着谁 唐僧啊 干嘛去 西天取经啊 西天取经不是西游记是什么 对呀 对 西游记 西游记 我告诉你了 西游记 我准备了一百集 太有学问了 西游记就一百集 我是一百集 一百集 一百六十 您这二百集啊 您恐怕您进去就出不来了 我告诉你 都是那 不 你这说话有点热热热热 不是 不是 是说中听 不是 他整个就给您录 今天您是西游 西游 你怎么回事 一会三国一会 我水虎论英雄啊 你不想水虎论英雄 水虎 来水虎论英雄 来吧来吧 水虎 是一本书 书 是看的 不是吃的 那么任何一本书都有作者 那么具体 水虎这本书 作者是谁呢 你来回答 作者是石奈安 差不多 那么这本书 写的是哪个朝代的事呢 那写的是宋朝啊 怎么样 我说是宋朝吧 那么这本书 写了多少人物呢 那人物可太多了 那水虎 那得上千个人物了 你说 广这个梁山好汉 就一百单八将 那你认为 这本书里谁是英雄呢 我认为谁是英雄 那各有各的看法了 你站起来说 你比如说啊 这个宋江可以算英雄 对 林冲可以算英雄 还有谁 还有谁啊 李逵可以算英雄 武松可以算英雄 武松也是英雄 还有武松打虎吗 那武松为什么打虎啊 哎呀 就是为他哥哥 他呢 久别了 很多年没看见哥哥了 他想他哥哥 所以说一心想回阳古县 有一天这个武松啊 他就走啊 他走来走去 走到了一个酒家 他一看 上面写着 怎么我讲了 你站起来 干嘛 咱俩谁讲 我讲啊 你想你让我讲 你说起来没完 你怨谁啊你啊 水虎 作者施奈安 写的是宋朝的事 主要人物是一百单八将 英雄人物太多了 有人说宋江是英雄 这话是谁说的 我说的 简直就是放屁 宋江怎么的是英雄呢 宋江是个官迷啊 一心想着当官 宋江绝不是英雄 还有人说 林冲是英雄 这话谁说的 谁说的 简直 放了一个尼儿替 林冲是个媳妇迷啊 他为了媳妇逼上梁山 他怎么能算英雄呢 还有人说 李逵是英雄 啊 李逵是个醉鬼啊 一天到晚 喝完了酒打人 搁他现在 他敢酒后下车去 还有人说什么 武松是英雄 啊 武松 他能是英雄吗 他打死了我国一级保护动物 华南虎的灭绝 跟武松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水浒里边 难道就没有英雄了吗 大有人在 我认为 水浒当中的第一位英雄 就是潘金莲 第二位英雄 就是西门清 当然 我的观点 是会引起争论 傻子听了目瞪口呆 蠢驴也会撇嘴的 低智商的人是不同意的 白痴乐了 他们会问 这潘金莲怎么能是英雄呢 对 是以潘金莲 怎样成为英雄的 咱们百家讲探戒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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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甭废话 甭废话 骂完我 你走了你 讲 说 潘金莲怎么是英雄 这得跟我说下来 潘金莲 潘金莲怎么是英雄 潘金莲当然是英雄 你胡说八道不行 我告诉你 作为一个英雄 首先他得有英雄事迹 在历史里 他得有进步影响 来这个 对呀 你说 他的英雄事迹 先说 潘金莲 怎么成为英雄 英雄事迹 潘金莲 姓潘 叫金莲 废话 潘金莲 在宋朝 就开创了人类自由恋爱的先河 他是反对风险婚姻的楷模 不不你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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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个楷模 说 说事迹 别插话 听着 坐住了 潘金莲 一小卖给了张大虎为怒 这大家一会都知道 张大虎五十多岁 一个老头子了 你别跟他上个年纪 他心可不老花心 他看着潘金莲长得漂亮 他调戏人家 小潘 得过来 得过来 得嫁给我吧 给我当小三吧 你看人潘金莲 对他这种行为嗤之一鼻 朋友们 这可是宋朝啊 潘金莲就敢 这难道还不是英雄啊 什么呀 这 这就算英雄啊 对 这就算英雄 对 宋朝 英雄门槛不能太高了 这门槛也太低了 你不能让潘金莲 炸刁宝去 好好好 潘金莲 英雄 这就算英雄 就算他算英雄 西门庆怎么算英雄 你为这说说 谁说的 你说的 西门庆英雄世界 谁说西门庆是英雄 刚才你说的 你大伙都听见了 西门庆算英雄 大白鼓掌 我可没说啊 你看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说了吗 我 你看说了 你看你说了 我说了 你说的 西门庆算英雄 我说西门庆是英雄了 你说了 西门庆是英雄 这句话是我说的 是你说的 我说了 我说了 你把我怎么样 他往这打架来了 你这是百家讲坛吗 往这打架 我告诉你 不不不 你说了 不许 我说了 你得说他的英雄世界 你当然英雄 是自然的英雄世界 对呀 英雄世界 说吧 说 西门庆 姓西 叫门庆 你要能上百家讲坛 我就能当联合国秘书长 西门庆 姓西门 白这姓都没念 白这姓都不懂 你还上百家讲坛 姓神不重要 姓神不重要 来 姓神不重要 来说 姓什么 英雄世界 英雄世界 他 他怎么着 西门庆 哎呀 太有文化了 有文化 有修养啊 他有什么修养 有一天 西门庆走到大街上 啪 掉一竹竿 对呀 砸脑子上了 西门庆都没言语 都有修养 修养 抬头一看 看见潘金脸 哎呀 这小娘们太漂亮了 归我了 从此 西门庆就成为了英雄 这就是英雄世界 对对对 西门庆 别啊 猪根大 这小娘们太漂亮了 归我了 这就是英雄 这是流氓 这下话吗 你还有事 他挽救了妇女呀 他怎么挽救了妇女 他 当然 他怎么挽救妇女 他下毒 下毒算英雄 对呀 你不下毒 怎么把潘金脸弄出来 甭废话 下毒怎么就算英雄 下毒那就是给后人 留下了英雄世界 你说什么英雄 你怎么留下的 这个西门庆他下完毒 他算完事了 他完事了 他完事了 他没事了 他没事 老百姓可记住了 老百姓记住了 哎呀 下毒 太好了 下毒算太好了 为什么 你想想 他那时候 他这老百姓得种粮食 种粮食 粮食收不上来 地上全是耗子 想起西门庆投毒了 是啊 太好了 赶紧买毒药 掺上棒子面 就撒地里边去了 耗子们一吃 全死了 粮食大丰收 老百姓感谢西门庆 哈哈哈哈 做粹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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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说八道 这才就是满嘴屁话 这西门庆历史顾线 这个 下毒历史顾线 最大顾线 我告诉你 西门庆 潘金莲一对狗男女 武松 亮出钢刀 咔嚓 把这对口 你脑袋切下来 大快人心 这就追究西门庆的责任 西门庆没责任 他害死武大 怎么没责任 当然没责任了 你说怎么没责任 老百姓有句话 你忘了吗 老百姓有什么话 你会下象棋吗 会下象棋 下象棋说 不经常说这句话吗 你是武的狼服毒 武的狼服毒 吃也是死 不吃也是死 听见没有 吃也是死 不吃也是死 所以西门庆 没责任 什么都没责任